一口气看完大唐最强预言师袁天刚到底有多厉害 他是一个曾预言武则天会成为天下之主的历史奇人 仅靠官人面相就能准确预测他人的未来 他就是大唐最强的预言师袁天刚 袁天刚是随末唐初玄学家兼天文学家 他年少时孤苦贫寒 但是并未耽误他对悬术方面的研究 不得不说他确实有学习悬术的天赋 特别是在面术之上十分厉害 成年后的袁天刚就是靠给他人项面算命准确而出名 而且因此还当上了随朝的一位小官 后来袁天刚于公元605年来到首都洛阳 当时许多名士早已对他有所耳闻 于是大家纷纷来补算自己未来的官徒和命运 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杜燕王规和韦挺这三人 袁天刚官杜燕面相 见他学堂之处宽阔 表示他将来会位居一时 并因为文采而受到赏识 袁天刚又对王规说 从现在几十年以后 你一定会得到五匹要职 而韦挺则因为交朋友极为真诚 会得到朋友的提醒 开始围官时会认五官 后一并对三人说 二十年后三位恐怕会同时被罢免 但最终还会再重返朝堂 后来袁天刚所预言皆全部应验 杜燕不久后就被举荐为隋朝的御史忠诚 但隋朝于618年被灭亡 杜燕便想投靠太子李建成 后被房权龄推荐为文学馆学士 624年李建成欲联合杨文干谋反 史称杨文干事件 李渊认为杜燕未能及时劝倒太子 便将其判罪流放 而王规在隋文帝开 皇十三年被授为太长 隋朝灭亡后 王规受人举荐任太子忠允之职 正好应验了袁天刚所预测的五品官职 后来王规也被卷入杨文干事件中 因不及时规劝太子被判流放 而围挺少时便与太子李建成交好 唐高祖平定睛时候 他受提携迁为太子左卫标记 正是袁天刚所说的五官 后来他与杜燕王规二人一样 也被624年的杨文干事件波及 三人皆被判了流放到郡州 谁知在此地正碰上了袁天刚 当即请教大师他们何时能再得重用 袁天刚官他们面向表示 都已经大大胜过了从前 不过三年定会在反朝堂 虽然王规二人晚年仕途不如意 但却很是长寿 626年唐太宗继位后果然将三人召回 他授予杜燕御史大夫千里不上处 后来杜燕官高是宰相为 王规被任命为侍中 后又出任了同舟赐士 而围挺历任御史大夫 太长青 645年时因督促粮荡不利 延误军事被贬为向舟赐士 他们的命运竟完全如袁天刚所说一致 可以看出他们皆是随着朝代更迭发生变化 而袁天刚不仅是窥见了他们的命运 更是早已遇见了唐朝会取代隋朝的结果 这才是袁天刚的厉害之处 还有传说袁天刚曾为武则天看过相 当时的武父请他到家里算命 袁天刚一见武家两个儿子 就直言他们将来可位居三挺高位 大女儿也必将大富大贵 看向武夫人时就判断出 他们应该还有一个孩子 于是武父便让妻子回屋 将两岁的武则天扮成男孩暴来 袁天刚看到武则天时不知其是女孩 他说这孩子龙情奉紧 将来必定大富大贵 如果是女孩就能成为天下之主 后来武则天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到了隋文帝末年时 窦鬼曾经找到袁天刚看向 袁天刚见他上骨骼龙起下巴又长得好 便让他去梁州 一州等地发展 后来窦鬼跟随秦王李世民打仗屡历大功 签为了一州大都督 也就是因为给窦鬼算得准这件事 就连唐太宗李世民都听闻了袁天刚的大敌 于是将他征兆灭圣 李世民问他唐朝会灭亡呢 事关重大袁天刚只回答的摩棱两可 他说等到朱上述时大唐才会亡 听闻这话的李世民高兴不已 世间哪有朱会上述 看来大唐将会永垂不朽 但是李世民则会想到 后来朱温低迫唐埃帝里住善为 建立后梁将唐后代无情铲除 其中的朱就是朱的同音 袁天刚早已窥见其重 跟随在唐太宗身边的时候 袁天刚没少干过窥探天机的事情 他甚至如此必定会遭到反噬 便时常关注自己的命运 但黄命难为 李世民总是时不时需要袁天刚 给自己的身边人算一万 当时的朝堂上也有一位和袁天刚一样的人 那就是精通天文学 风水学的大师李淳风 于是唐太宗就想了一个主意 他将原理二人叫来 让他们各自为大唐的未来推演一挂 并且推演的过程中须得被对备 完成后再进行一个对比 谁知最后两人将得出的结论一对照 在一些大事上的推演竟完全吻合 因此两人就像遇见了自己 从此惺惺相惜成为了好友 后来两个大师共同创作了一本书 名为推背图 全书内容是两位预言大师 对唐朝集气以后朝代重要事件的预测 书中共记载两人推演的六十个事件 书中每个页面上有一幅图 每幅图下面对应一首诗 其中的寓意代表着所推演出来的事件 不过此书早已失传 仅仅是流传在历史故事之中 两个大师后来常随使唐太宗李世民出行 传说有一次两人跟随李世民出友 途经一处河流市 正巧看到两匹马在河边嬉戏 其中一匹马为红色 另一匹为黑色 见此情景李世民突发奇想 便让两位大师占卜一下 这两匹马中哪匹会先下水 袁天刚先是补的一挂为李挂 李为火一为赤色 于是他当即表示 红色的马应该先下水 而这是李淳风却摇头否定 他表示火未燃食烟一击 烟是黑色的 应该是黑马先下水 李世民兴致大发 于是几人便在河边稍等了片鸽 只见那红马先将嘴深入河中饮水 接着黑马又跃入河中洗澡 见此情景李世民大笑 连连称赞二位神机妙色 竟然补出个双胜的结果 而关于李世民和武则天的预言 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一种政治手段 古时候军权神兽的思想深入人心 武则天为了顺理成章成为皇帝 从而编撰故事来迷惑人心也未合致 但他给杜燕等人推演的预言却是真的 一般的江湖术士算命多是靠主观预测或者欺诈 讲一些好听的话哄人开心 而袁天刚则是结合自己的储备知识 仔细观察人们的言行举止和向往 然后进行细致的推演 可以说明袁天刚确实是有一些 处世哲学与人生大智慧 六四九年唐高宗继位以后 袁天刚一年是以高位有请辞告老还乡 他一边坐着小县衙的县令 一边为自己寻找安息之所 袁天刚背着罗盘到了四川浪中天公乡 觉得这里是块风水宝地 于是便买了一枚铜钱座几号 后来李淳风为自己挑选目的时 也来到这个地方 他同样认为此地是块风水宝地 于是便插下一根金针座几号 后来两人见面提起风水仪式时 都称已经选中一块极佳的宝地作为目的 结果到了标记的地方一看 他们惊奇地发现 李淳风的金针刚好插在袁天刚的铜钱眼中 两人这是不约而同地选中了同一个地方 于是两位大师各自退后五里地 修建了自己的墓地 并在中央位置修建了至今保存完好的天公院 在浪中天公 民间认为袁天刚是天刚星中智慧之星下凡 所以又称其为袁天刚 晚年的袁天刚在与申国公高士连对话时 高问他还能做什么官 没想到袁天刚回答了 我自知相命 今年四月我的命数就会耗尽 结果到了四月份时 袁天刚竟真的去世了 至此在他的身上又多了一分神仙色彩 我认为袁天刚才能做到一分神仙色彩的